哈哈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即将快要毕业了的东某人 最近这段时间面临毕业 所以事情比较多啊 就没怎么给大家更新 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东梦人物志 刘邦传 想我的小伙伴可以把他打到公平上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很多所谓的历史爱好者 他们很喜欢将刘邦说成一个十足的小人 而将他的对手项羽说成一个伟大的人 为什么刘邦能得天下 而项羽失败了呢 大多数人的说辞很一致 因为项羽不够卑鄙 而刘邦是个卑鄙小人 在这些历史爱好者的口中啊 刘邦是个不孝顺的人 比如说那个项羽要杀刘邦的父亲 刘邦很高兴说 希望项羽能分自己一杯羹 在他们的口中啊 刘邦那忘恩负义啊 非鸟进梁公藏 狡兔死走狗棚 仿佛刘邦生下来就是个皇帝苗子 无情无义 但是刘邦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人吗 本期节目就带你还原一个 相对真实的刘邦 欢迎来到 《东梦人物志刘邦传》的第一期 因为刘邦的故事比较长 所以我准备分为两期来讲 第一期节目呢 我准备先给大家讲到 刘邦斩白蛇起义 然后第二期呢 就给大家具体的来讲一讲 怎么推翻了秦朝 然后楚汉战争之间 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好 这期节目 故事的开始还是得从 公元前的256年说起 公元前256年是特殊的一年 这一年从1月到10月是龙年 而从10月到12月却是蛇年 就在这一年 秦昭湘王挥边东径 灭东周 就在这一年 都江燕建成 就在这一年 汉高祖刘邦出生了 但是刘邦出生的时间 并不是很好啊 刘邦是11月份出生的 听起来就很帅的 这个龙鼠没鼠上 反而鼠舌 刘邦在家里排行老四 按照这个 伯仲书记的这个技术法 刘邦这个四儿子 也被称为刘继 可能对历史了解 比较少的小伙伴们 很少会知道啊 这个刘邦 其实只比秦始皇小四岁 算是同一时期的人 而且刘邦从小长得就帅 在这个史书里面记载 刘邦额头高 鬓脚和胡须都很漂亮 可以说是那个年代 不可多得的帅哥 少年时期的刘邦 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的话 我觉得用少年游侠 来形容他可以 用地痞流氓来形容他 也是可以的 反正就是一句话 他不从事商业 不爱赚钱 也不干农活 一句话 干啥啥不行 吃饭是你一名 少年时期的刘邦 经常因为自己太懒 被爸爸吊起来打 刘邦的二哥 刘仲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 于是啊 这个刘邦他爹 就是刘太公就经常 拿着二哥和这个刘邦对比 搞得刘邦心里非常的难受 刘邦咽不下这口气嘛 少年时期就决定 背井离乡出去混黑社会 当然这是一种开玩笑的说法 刘邦当时想要去魏国 投奔这个姓林君 姓林君 名字叫做魏无忌 是魏国人 是魏王的儿子 他有一个习惯 喜欢招揽时刻 养世数千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经常把那些 有能力的人养在自己的门下 然后为自己效力 算是一股小势力吧 并且魏无忌这个人 李贤下是吉人之困 就说谁有困难都可以找他 他会帮你解决 在这个百姓当中的名声 也非常好 并且他在军事上 也很有建树 曾经在这个战争当中 两次击败了 这个战无不胜的秦军 分别拯救了这个赵国和魏国 也可以算是一个人杰了 当时刘邦就非常的仰慕 这个姓林君 就想去投奔他 但是刘邦这个人 运气真的不算太好 他千里迢迢地赶到了 这个魏国首都大梁的时候 姓林君去世了 刘邦扑了个空 于是他就转头 准备投在这个 姓林君的门客 张尔的门下 但不知道为啥 刘邦刚刚准备投奔张尔 张尔就被秦国给通缉了 仿佛就是上天 不准刘邦投奔别人一样 他想投奔谁 谁就直接出事 无奈 于是刘邦就只能 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 这个出去闯了一闯 屁本是没有又回来了 那肯定要被自己的老爹天天骂嘛 但是虽然我们说 这个刘邦是个无业游民啊 但刘邦的性格非常的豪爽 他喜好结交朋友 甚至动不动就掏钱请人吃饭 酒肉朋友那是一大堆 我们想一下啊 一个天天不劳动的人 拿着家里的钱请人吃饭 这种东西啊 我们在短视频里经常看到 这叫啥 这叫该溜子 知道吧 但是刘邦 他的这层人脉关系 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啊 酒肉朋友多了 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回到家乡的刘邦啊 通过自己的人脉 当上了四水亭的亭长 当时的亭长 是个什么样的官呢 就是管方圆十里的一个小官 刘邦也算是有了 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能赚得到钱了 然后他能赚到钱之后 这个屌人又更有问题了 他变得更加的豪爽了 自己有钱了吧 然后就到处请人吃饭 和当时配线的这个官吏啊 这些都混得很熟 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 至于他这个名气 是好名声还是坏名声 这个我们就不是很清楚 毕竟啊 这个刘邦这个人经常口嗨 并且说话口无遮拦 经常口出狂言之类的 大家都不是很相信他 但是又喜欢他包包里面的钱 喜欢跟他一起吃饭 所以朋友还是有一些 刘邦就这样混混噩噩的 走过了自己的儿历之年 三十多岁一事无成 靠着死工资 混吃等死碌碌无为 后来一次刘邦送这个服役的人 去咸阳的路上 就当时秦朝嘛 他们这个摇曳非常重 所以呢就需要到处征兆这个百姓嘛 修长城啊 可能是挖掘秦始皇岭啊 这样的 反正就是送人去咸阳的路上 刘邦远远的看见了秦始皇出巡 啊这个阵仗可不得了 在这个秦始皇的这个仪仗队当中 有侍从有骏马 有仪仗有骑士 只比刘邦大四岁的秦始皇 坐在车里威风八面 刘邦和秦始皇是同龄人 所以他的感触很大 他当时脱口而出 大丈夫当如是啊 很多这些爱好者们他们喜欢把这句话理解成 刘邦心怀大志想当皇帝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的啊 这种感觉就是你刚刚大学毕业 你看到一个大学毕业的同龄人 买了一辆跑车 举个例子啊 就像我们寝始的一个兄弟 他的一个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 前两天提了一辆麦凯伦 那个车四五百万还是七八百万 我不知道 反正我的室友就在寝始捏着拳头跟我说 操你妈真好 给我也整一个 我觉得刘邦是一样的心理吧 可能就是看到自己同龄人功成名就 而自己一事无成 然后自己那种无奈那种羡慕 但是此时此刻的刘邦并不知道 他的人生即将发生重大的改变 就在刘邦押送服役的人 到了咸阳在返回家里的时候 家乡来了一个贵人 这个贵人叫吕公 吕公这个人呢 他和家乡的人嘛 结下了仇怨 于是就只能搬家 怕人家迫害他 就一路搬到了沛县定居 因为沛县的这个县令和他是好朋友 所以他刚刚到沛县的时候 很多人就听说了 哎呀这个旅工和沛县县令的关系好得不得了 中国嘛懂得都懂 于是很多人都来到这个旅工家里 拜见旅工 希望和他套套近乎呀 拉拉关系呀 刘邦他听说这个事啊 也是直接就去凑了热闹 当时啊这个主持接待客人的人是谁呢 这个人正是配线主部 萧和 萧和是谁 我就不说了哦 三个人就如命运一般遇到了自己 然后有的小伙伴就要说 啊这个东某人这里只有两个人 哪里来的三个人啊 听我继续讲 当时啊这个萧和他有一项规定 大家都知道 别人请客吃饭你去 你是要给红包的 当时萧和就说啊 这个红包在一千钱以下的 就去堂下就坐 一千钱以上的就坐堂上 刘邦来了 一看这个规定 哎嘿嘿一笑 刘邦左脚迈进门槛 然后就大喊一声 我出贺钱一万 啊一万当时是个什么概念的 大概也就是说 你朋友过生日 你送他千八百万吧 就那个感觉 旅工坐在内厅 一听这个消息 有人出贺钱一万 赶忙出来亲自迎接 啊我们之前在前文说了 刘邦长得很帅 啊额头又高 并脚胡须都很漂亮 旅工一见了刘邦之后 他不觉得刘邦是个混混 虽然刘邦身上穿的 并不怎么好 但是他那张脸一看 就知道刘邦是个有钱人 于是啊赶紧请刘邦上座 因为旅工是刚刚来 配现这个地方的 所以对刘邦这个人并不了解 但是堂下坐的 都是些什么人呢 都是配现当地的居民 当地的官吏 他们都知道刘邦 这个人就是个地痞流氓 但是呢 这个旅工把他 赢到上座去了 所有人都这样直勾勾的 看着刘邦 都觉得这个人可能有问题 刘邦胆子也很大 他往上座一坐 虽然很多人 用那种鼻翼的眼神看着他 他直接在那吃吃喝喝 谁都不管 萧和这个时候 也冲出来拉着旅工说 哎呀这个旅工啊 这个刘邦这个人 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他绝对拿不出一万钱的 但是旅工 他完全不理萧和 直接给萧和来一句 你不要乱讲啊 这个人的面相 一看就是个贵人 刘邦平时就是个 四水亭的亭长 管十里小弟 哪里见过那么多大鱼大肉啊 上了桌就开始胡吃海盒 这个旅工也觉得 这个人着实吃相有点丑 但是毕竟是贵人嘛 茶饭管够 鱼肉管够 而刘邦就吃得不亦乐乎 直到这个饭局结束了 旅工 把刘邦拉住了 他不准刘邦走 刘邦此时心里暗叫一声不好 糟了 自己被发现了 这个屌人要找自己要一万钱 然后刘邦这个时候很想跑 但是旅工就死死的拽着他 让家丁把门都封了 刘邦没办法 刘邦只能说 那咋办吧 我吃了 你把我打死嘛 但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时候旅工拉着刘邦的手 对刘邦说 哎呀 我从小就迷信 特别姓面相这一说 然后旅工他之前看刘邦的面相 直呼内行 有帝王之相 于是 他跟刘邦提议 我不但不要你的一万钱 我还把女儿嫁给你 刘邦 一个三十岁 找不到老婆的午夜游民 白见了一个老婆 现在的东某人 就像刘邦看到秦始皇的跑车一样 操你妈 真好 给我也整一个 刘邦就这样 白见了一个老婆 后来刘邦再一次 就是押送这个囚徒嘛 去栗山的时候 囚徒们在半路上逃跑了 这个剧情啊 承圣吴广听了直呼内行 这个我熟 刘邦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估计到了栗山的话 这些囚徒就全部跑完了 于是啊 刘邦就做了一个 和承圣吴广很像的一个决定 当时押送这些囚徒的 不仅仅是刘邦一个人 所以呢 刘邦他就走到半途的时候啊 找了个酒馆 买了很多酒 跟这个几个兄弟喝的烂醉 但刘邦就是一个豪爽之徒嘛 从小就是混混了 谁能喝得过他嘛 他把那些人都放倒了之后 半夜把囚徒都放走了 刘邦跟这些囚徒说 你们逃命去吧 这个到了你们跑的七七八八 我也要受罚 不如你们直接去逃命 从此我也要远远的走了 然后囚徒当中 有十几个人啊 非常的感动 哎呀 刘邦你可真是个好人啊 于是 他们就愿意追随刘邦 此时正是半夜 之前的那几个刘邦的同事啊 喝了酒还昏昏的睡去 刘邦说那这样 既然你们要追随我 就跟我一起走 刘邦喝的也不少嘛 毕竟他要灌好几个人 刘邦此时也喝的 也是个七七八八 但是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倒 虽然有点晕吧 但是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 他知道如果走大路的话 他的那几个同事 肯定是能追得上来的 于是 他命令自己的这些小伙伴 抄小道通过沼泽地 于是一行人十几个 就心夜兼程 在这个夜色当中赶路 突然走到一半 路被东西挡住了 前面有个人回来报告刘邦 说 哎呀 这个大哥 前面有一条白蛇 把路给挡住了 好大好粗 我们要不掉头回去吧 此时如果掉头回去的话 必定被抓住 刘邦必死无疑 但是往前走 又有一条大蛇挡住去路 所谓喝酒壮胆 刘邦此时喝醉了 他不管什么大蛇不大蛇 把这个身边的人推开说 别拦我 大丈夫走路 有什么好怕的 然后大不留心 奔白蛇而去 怒从心中起 恶向胆边生 八将而出 一刀两断 白蛇傻了 我屌你妈真就白给啊 反正这个道路是打开了 白蛇是死了 于是呢 他们就继续向前 又行进了几里 走了没几里路 刘邦实在是来不起了 这个酒精上来了 我得睡了 于是他就往地上一躺 他睡了 几个兄弟也只能在原地等他 此时天还没有亮 灰蒙蒙的天 夹盖着脚白的月光 突然和刘邦同行的几个人 看到啊 在这个远处 有一个老妇人在月色下哭泣 哭得太惨了 这几个年轻人就觉得 哇 这个时候 这个点 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老年人呢 于是啊 他们就上前去问这个老妇人 啊 这个大婶儿 你哭啥呀 这个老妇人就一边哭一边说 有人杀了我的孩子 我在哭他 然后这个旁边的人就问 啊 你的孩子为什么会被人家杀呢 这个老妇人说 我的孩子是白地之子 变化成蛇 挡在道路中间 如今被赤地之子杀了 我是为这个哭呀 这几个囚徒啊 都是低文化水平的人 他们哪知道 什么叫白地 什么叫赤地啊 听不懂 反正就觉得这个老妇人 在说谎 怎么变成蛇 我给你一拳 于是啊 就抬手就准备 给这个老妇人来一拳 一拳打过去 老妇人从原地消失不见了 只留下皎洁的月光 和无尽的夜色 后来 刘邦他睡醒了 然后这些人啊 就说刚才遇到一件怪事啊 有个老妇人说 怎么白地啊 赤地啊 反正就把这个事 告诉了刘邦 刘邦一听 心里惊了 难不成 我就是所谓的赤地之子 啊 他此时内心就 逐渐的有点膨胀了 当然啊 以上这一段 斩白蛇起义 这个说法啊 我不知道这个白蛇 死没死 但是我觉得这个白地 和赤地应该 十有八九 有问题 这个说法 应该是这个汉朝啊 为了就是给这个刘邦啊 夺取天下 一个正当性 那所以呢 他给刘邦编了一些 很传奇 很离奇的故事 所以大家 信则有不信则无嘛 都可以信啊 都可以信 我们继续来讲故事 然后时间来到了 公元前二零九年 秦末农民起义爆发 承胜吴广 像当年的刘邦一样 带来一群囚犯 结果囚犯跑了 咋办嘛 去也是死 不去也是死 于是一声 王侯将相 宁幽中呼 原地起义了 承胜吴广的起义军 攻占了陈州以后啊 建立了张楚政权 和秦朝公开的对立 当时啊 由于这个秦朝 他的这个严刑郡法嘛 并且加上 大家本来就是世代有仇 因为毕竟是秦国 吞并了六国嘛 所以天下苦情久矣 承胜吴广的张楚政权 一建立之后 天下很多势力都 揭竿而起 对抗秦朝 就在这个时候 沛县的县令 他也想起义 一个县令都想起义 你说秦朝他死不死 但是沛县和其他 那种小地方的起义 不一样 我给大家列举一下啊 这个沛县是什么样的配置 县令 废物典心 四水亭长 刘邦 主步萧和曹餐 在他们村卖狗肉的 还有个叫凡快 凡就这个配置 大家自己掂量嘛 但是此时此刻啊 这个县令啊 他想要这个起义嘛 但是此时的刘邦 因为放走了逃犯 还在外面逃亡 其实是不再配县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萧和 他提出了一个说法 说让这个县令啊 把本县流亡在外的人 都召集回来 一来可以增加力量 二来也可以杜绝后患 这个县令啊 当时一想 嗯 有道理 于是呢 就让他们村了 一个卖狗肉的 就叫凡快 就说出去找人 把外面流亡在外的人 都找回来 然后凡快是什么人呢 刘邦的酒肉朋友 关系比较好的那种 凡快一出去嘛 那肯定就要找刘邦嘛 此时的刘邦啊 已经有了自己 那么一帮子人了 大概有几十个 或者一两百个吧 然后刘邦听了这个消息之后 就待人就往回赶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们这个县令反悔了 把其他人召回来 还好说 把刘邦这个屌人 召回来 自己是不好管的 因为刘邦这个人嘛 本来就是村里 出了名了混混 本来就不讲道理 不讲理法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刘邦 他的酒肉朋友 确实很多 很多人呢 上上下下的 都有他的朋友 他一回来 自己往哪搁呢 所以呢 这个县令啊 他就把这个城门 给关了起来 不让刘邦进来 刘邦就在城外站着 那个县令 你开门啊 然后县令 就站在城墙上高喊 在配县 本县令说听不见 教室听不见 声音这么小 还想当起义军 我直户内行 并且这个县令啊 他还怕这个 萧和和曹参嘛 因为他们俩提出 这个建议嘛 怕他们俩和这个刘邦啊 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然后谋害自己什么的 就派人去抓 萧和和曹参 萧和和曹参啊 听到这个消息 就往城外跑嘛 翻墙住去的 刘邦在这个城外等啊 等 然后始终这个县令 都不开门 刘邦突然明白了 这个县令有问题 他就没准备 让自己进城 于是刘邦 他心里就很生气 他就想了一个小办法 他写了一封 自己的亲笔信 然后拿了一发弓箭 往城里一射 他不管这封信 是谁捡的 毕竟刘邦 从小就是个混混 城里哪有不认识刘邦的呀 而且刘邦的酒肉朋友又多 愿意帮他忙的人也多 并且啊 再加上这个县令 本来啊 就在这个配县 作威作福 这个人就有问题 然后百姓本来就不喜欢他 然后刘邦又在这个信中写到啊 说这个县令出而反而 脑子有问题 然后什么的 奸淫掠掠番 全给他写完了 然后一箭把信射入城内 这个信啊 他进了城之后 城内的百姓就不对劲了 然后他们就一起啊 就把这个县令给干掉了 拿着县令的头颅 就迎接刘邦进城 刘邦他进了城之后啊 毕竟他们这个地方是要起义嘛 保卫家乡 就要想办法呀 这个选一个领头人出来 当时其实在配县 很有名望的人啊 像萧和这些都很有名望 但是呢 萧和不愿意当这个出头鸟 毕竟枪打出头鸟嘛 造反这种事 谁上谁死 不一定干得过清朝 于是啊 这个萧和和曹三 他们俩就一商量 说要不然我们推举刘邦吧 于是他们俩想了一大串说辞 就想着万一刘邦拒绝了 他们如何说服刘邦 但是事实证明他们俩想多了 他们俩一推举刘邦 刘邦直接像个火宝一样跳出来 好啊 这可是你们说的啊 那我就当老大了 啪 很快啊 然后萧和和曹三这边 大意了 没有闪 于是众人推举刘邦为配公 举起了反秦的大旗 这一年是公元前的 209年的第10月 刘邦此时此刻已经48岁了 一事无成的他 终于谋到了自己的一股力量 但是此时在南方 秦末农民战争中 还有另一股强大的力量 逐渐的崛起 这股力量就是原先这个 楚国贵族的后代 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 他们在无中起兵 兵力很快达到了万人 比起刘邦这种 一个配线小打小闹 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他们挥兵北境 直指咸阳 而刘邦的传奇人生 就从这一年开始了 故事讲到这儿 预知后事如何 请给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最近要毕业了嘛 就可能有点小忙啊 跟的比较慢 各位见谅 各位见谅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东梦 是一个总有一天 会成为百万